欢迎5间总结的时间监 踩我身边的嘉宾 仍然在要财政券市务总监 郭司智郭sir 郭sir你好 你好 郭sir先和大家看看恒指最新表现 恒指方面现在升166点 到20232点 其指升164点 低水18点 国企指数升92点 到9959点 港股方面势头已经重上了20200点的位置 后市走势是否继续可以上网 其实整个逐沉顶的格局没有变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今个月的低位仍然是上周五 3号19454点 高位暂时来说是今早的20252点 其实700多点的波幅 应该都未能够满足今个月的要求 即是在先低后高的形态主导下 整个大市仍然会继续向上稳 今个月的高位 唯一要说的就是成交金额始终还是比较薄弱 但你说215亿到底够不够 以一个逐沉顶的市况来说 这个势头仍然是比较差的 因为过往市一直向上走 市场有一种气氛很刺烈 大家都向上撲 但现在是没有的 升市好像不关事 在这样的气氛主导下 成交金额也相对比较薄弱 令到整个升势 或多或少会受到亏限 如果成交量大一点 气氛好一点 可能现在的一刻已经是206000 207000 这些就是受到亏限 还有 由7月25日的低位18000 780点开始的上升 有三个上升列口 27日那天就遗留了305点 那些201点 那些我不说了 去到30日 还有124点 是遗留了 但到今个礼拜一 这个列口比较大 本来有305点 但经过昨天的回报 现在剩下293点 这293点列口 其实来说 原空在2万点左右的水平 其实就不是一件 太好的事情 因为大市的上升 如果你遗留得太多的上升列口 会令到高桌上 会有少少反复 甚至乎 有点涵上涵上的感觉 当然 如果在中场之前 略为回报 或者能够 息数回报 刚才我所说的列口 其实是反为一件好事 不过可惜 昨天的指数去到19,966点 本来想进一步向下收 回报这个列口 但最终的指数 都不肯 一个掉头咬腰上来 没办法 既然的势头 暂时来说 是处于逐沉顶 我们就先向上 找个高位 其实 这个节目已经跟大家说了 由指数 升破100天线之后 市况短期来说 已经网空了 即是上面 其中一个目标 最近的 应该是 5月7号位下降的 下降列口的底部 这个底部是20674点 列口的顶部是21,061点 如果看看列口底部20674 相对今个月的低位 19,454 若不可以有1200几点波幅 在这样的成交金额之下 1200几点波幅 问问水水都可以满足到今个月的要求 如果你成交金额大 波幅点数肯定成正比 不断向上 抽升 直到现在这分钟 成交金额还是比较薄弱 比较担心是什么呢 就是由3号的低位19,454点开始回升 如果在中旬之前 市已经走上去 你变成下旬的时间 市便会反复 因为你成交金额 不是那么配合 当你走到1000几点上去 变成一些 汤牛的 部署已经完成了 大市可能的升势 就会有少少受阻 那时候如果再出现一个技术上的回落 或者回補列口 其实杀伤力反而更大 不过 既然现在主要南投股仍然持续 咬住高台 而不肯下跌 短期来说我相信 逐沉顶的格局是不会改变的 8月份暂时来说都是先低而后高的形态 如果你能够 咬住上或者保持这个势头的话 是有利9月份 都是轻轻进一步做好的 值得一提的就是 今年1月升 2月升 由3月开始已经是梅花间足 3月是跌的 4月是升 5月是跌的 6月是升 到7月是跌 如果8月份是升的话 只是保持梅花间足的形态 但如果8月升 9月也是升的话 那就不同了 就连升两个月 对中期后市来说 多少来说 都有些正面的效益 拉远一点看 今年的低位暂时来说 是6月4日的18,056点 但势头去到7月份 低位已经是上移到 25日的18,710 到8月份更加进一步上移到 3号的19,454 即是 每个月的低位 是一路急急向上行 其实这个 有机会成为一个新的中期的升浪 记得以往来说 每一次的中期升浪 在初升的 阶段 成交金额都是欠缝 都是慢慢来 不是那么急 但是 由于形态是急急向上行 最终 投资者入市的态度 真的 逐步改善 而成交金额也开始逐步回暖 过一刻来说 一个新的中期的升浪 正式启动 不过 已经走上了一大距 变了剩下那一距 可能的幅度 就会比较有限 今年到现在为止 仍然还是先高后低 我说整年的市 2月20日的高位是21,760 经过15个星期的下跌 去到6月4日的18,056点 才叫停步 这周期性的下跌 在15个星期之内 指数一共跌了3,704点 如果我说全年的波幅来说 这是比较小的 很简单 18,056点 如果是2012年全年的低位 全年的高位 有机会 升破21,760 因为事实上来说 去年全年的波幅有8,298点 不过有欧债冲击 比较例外 这是跌的 到大前年 全年的波幅 升了6,017点 我不想说 波幅 会推得太高 但是 以全年来计 3,704点的波幅 可能还是比较小 如果能够保持到那些势头 而成交金额配合 一旦我指数升破了 2月20日的高位 21,760 即是由18,056点开始的回升 是属于一个新的中期的升浪 那个升浪的浪顶 很大机会去到23,500 甚至乎更加高 值得一提的就是 如果指数真的进一步向上推 大家千万要留意 因为 主要成份股如果不升 指数根本上很难升 尤其是在二期牛市的所谓波幅市当中 带着指数上升 一定是传统蓝筹 如果你在现在这一刻 你觉得 年底会上到23,000 或者更加高 不要紧 问自己 由什麽股份 带着指数上 试问 几只主要的蓝筹股不升 指数怎样升 如果你买其他的民企 或者买些跌得多的 二三线股 来博反弹 可能去到那一分钟 股份是会升 但幅度 仍然是慢 其实有不少的股份 在指数上升了2000点到现在为止 仍然是一个低位 第一 不是指数成份股 第二 没有什么基本因素支持 第三 资金 暂时或基金的级续 很明显 仍然倾向于 成份股居多 否则 很多民企 现在 太多风风雨雨 新股上市 不再说 一上市 只有几个月 业绩 已经完全 不像样 已经上市 亏损的 又有 或者 一路 没钱赚的又有 始终股价 暂时来说 都是徘徊的低位 实际上也没什么基本因素支持 所以 在一个周期性上升的时间 这类股份 是不会得到资金的垂清 当然 个别的投机性的炒卖 那些不在华下 实际上去到某一个高台 市场 一定有投机的炒盘 在一个分钟 人为因素 会比较主导 例如举个例子 一毫子的股票升到1.5 或者两毫子的股票 突然炒上3.7 等等都会吸引到 一些短线的炒家 加入去投机炒卖 但说明这是投机的 因为没有基本因素支持 所以在现在这一刻 暂时来说未出现这个情况之前 如果那个市场 会去到2万2 2万3 或者更加高的话 一定是主要成份股 当然 暂时的资金 就不要乱投放 因为你去那些 二线三线 或者一些民企的股份 其实到最后 你可能都会比较失望 比较具备上升的条件 例如内银股 股值现在还是低 单位数字的市盈率 息率又高 就算近期来说 已经升了几个百分比 甚至乎10个百分比 但你看清楚 由什麽价格跌下来 其实跌了30个百分比 才升了10个百分比 严格来说 还有一点落后的感觉 下调盘浪准备金这些措施 对内银 对受险部来说 应该是正面的 大家不妨去考虑 等位上车 谢谢郭sir 另外 和大家看看内地股市表现 看到内地股市 半日市来说 三大指数都是做好的 升幅介乎0.23% 至0.74% 上证综合指数升5点 半日去到2166点 护心300指数升9点 半日报2399点 深圳静止方面 跌67 升67点 暂时报 半日去到9278点 就见到今天内地股市 先跌后回升 半日来说 上证综合指数升5点 去到2166点 上一节都和郭sir 谈过CPI的表现 其实大家都预计 会不会即将 好快会降 这个存款准备金率 其实内地股市要怎么走 其实市的走势上 似乎成交 都不是那么刺业 是呀 成交还是薄弱的 没办法的 刚刚在低位 有点断定了 大家入市的态度还是比较保守 而且心情还是十五十六 但是 由2454点开始的回落 我说上证指数 现在这一刻 技术上真的有点 回稳突破 因为 一直以来 一度下降的通道 一直是压着 整个上证指数的走势 即是 逐沉体 逐沉体的形态 根本上没有改变过 但是 经过 由7月31号 218点开始的回升 到现在这一刻 技术上已经 轻轻升破了 这里 下降通道的顶部 即是漸漸摆脱了 逐沉底的威胁 只要 上证指数 不再跌穿 到通道的顶部 或者通道之内 势头 应该可以有条件 进一步向上走 我再拉远一点 今年的高位是 2478点 2月27号 跌到7月31号 218点 头踏尾 跌了378点 其实全年的波幅 比较窄 378点 中位数划一条线 若是这个水平 2279左右 左右 即是 上证指数 现在来说是回暖了 但 技术上来说 他一定要成功升破 2279点 或者流上 你才可以 跟大家说 摆脱了 逐步向下走的形态 因为这378点来说 分开上半 和下半 在下半 走的一定是反复试低位 但上半 走的情况 不同 是有机会反复试 高台的 如果能够成功在第3季尾 或者第4季 慢慢引上去 而升破2478点 今年的市场 会扭转成为 先低 然后高 我总是觉得 要刺激内地的消费市场 要令到人肯去消费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大家找到吃 房产 楼房 他现在不会放的 还有政策去规限的 实际的经济 亦受到外围 所影响 暂时来说 仍然持续放缓 但股票 不同 如果股票在2100点 轻轻走上去 2400 2500 或者2600 有财富效应 由2100 有20%的升幅 多多少少有些人赚到钱 赚到钱 自然有消费 所以 这一分钟 如果真的可以做 我想应该是三个板块 包括基建 加快上马的步伐 包括房产 虽然限购 或者不准来升 但 首置那些从来没有阻挡 发展商卖得到 自然再起新的楼盘 你起新楼盘的时间 水泥 钢材 你都需要 工人你都要 另外如果股票能够 略为做好一点 而产生一个财富效应 对整个经济链来说 都相当正面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A股今年 可能的低位 在2100点 已经是见了 好 谢谢郭sir 不如和大家 看看蓝筹股的 最新表现 就见到 相关蓝筹股来说 汇控升8毫 去到68.3 中移动升1元 中行升3仙 工行升2仙 建行升4仙 港交所跌7毫 新地升6 长实升3 最新报110.7 中银香港升1毫 国寿升5毫 另外 中海游升8仙 中石发升4仙 中旅升4仙 中国海外升2毫 腾讯升4元 去到239.6 这节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要问郭sir 刚才说过股份 有没有哪种持有 我持有两眼 谢谢 和大家看看 恒指半日收市半日的表现 恒指方面 半日升165点 报20230点 成交额有227亿 其指方面 升167点 低水14点 国企指数 升87点 半日报9954点 这节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节 是1点钟发达广场的环节 稍后再见